不斷更新來看到花蓮大地震之後 今天來到了第三天 好多的民眾心情大受影響說 晚上也沒有辦法好好睡一覺 因為沒多久你會聽到 怎麼又在搖了 側報中心的統計 今天清晨五點十分 花蓮近海又發生了規模四點一的地震 因為是極潛層 所以地表大家非常的有感 截至今天上午為止 已經發生了四十五起的地震 有感的部分就佔了七個 那麼如果從這個第一天 所發生到現在 合計已經在花蓮周邊 看到這密密麻麻綠色的點 那麼紅色的是稍微再大一點的 因為累計余震來到了四百八十三個 那麼有感的顯著是有一百多個 今天上午稍微比較大的 在五點十分震度也來到了三級 偏偏這搖晃最明顯的 就在災情最嚴重的花蓮太魯閣 但是因為余震不斷的影響到花蓮 七點二強震發生當下 從當時的七點五十八分到今天上午 大大小小余震已經將近五百個 過去只要稍微有感了 大家就馬上會在網路上發文說 又地震了 大家還好嗎 但這一回很多人說已經改口了 我們真的麻痺了 這個文章也不用再發了 因為光余震大大小小將近五百個 好 要提醒大家 雖然戲稱已經麻痺 但是隨時如果搖晃比較明顯的話 每一個人要提高警覺 可以做好這個防災跟防震的準備 但是余震這麼多 事實上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也算是一件好事 因為氣象署分析 主震七點二過後 周邊發生了大大小小五百多次的余震 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能量已經慢慢在釋放 因此同一個地方要再發生 七點二規模的大地震 機率是非常的低 雖然余震很多 那換句話說 有感余震已經慢慢慢慢在減少 那畢竟從圖表上來看 主要都還是在花蓮周邊 因此三天內不排除 還是有可能發生規模 六點五以上的余震 只能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覺心